假如被敵人打到沒有血怎麼辦 沒有問題 開著你的一技能 對著別人咻咻咻咻的別人 不要不要的 鑽進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高低塔在打你 怎麼辦呢 沒有問題 只要塔下有小兵 我的血量永遠都是滿的 遇到龍馬要殺你 愛麗絲要控場你怎麼辦 沒有血又怎麼辦 開著你的一技能 貼著別人打 哈哈哈哈 超得意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獨不恰恰的獨門絕招 100%吸血的洛克 我今天要挑戰的是更困難的洛克 就是六撒旦洛克 但是在前期 我還是需要一把打野刀 不然我的打野速度會 慢的不要不要的 我使用的是洛克的最新技能 就是小海賊洛克這個造型 表情看起來真的超欠扁的 我覺得洛克這隻新英雄打野速度 部署菲尼克 在之前的介紹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今天又上次了 當然BBCC 要挑戰使用洛克 100%吸血 為什麼我覺得洛克是最適合 使用了了了了了 六撒旦的新英雄呢 因為 之前使用六撒旦 每次會戰被殺死 都是因為呢 被對面暈的不要不要的 被對面緩的不要不要的 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輸出 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攻擊 可以放技能 所以每次血量都被打得不要不要的 但是洛克這隻英雄的特點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的大絕招可以免於控察 而且只要護盾存在的時候 你永遠都免一控察 所以呢 會戰的時候沒有問題 一開始引誘別人 血量剩一半的時候 欸來打我啊笨蛋 然後控察你之後 開你的大絕招 再使用一技能 二技能直接撞的對方不要不要的 你就會發現 欸我有護盾了 欸我的血怎麼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洛克在有護盾的時候 別人把你護盾打掉 你只要持續的普攻他 你就可以繼續吸收護盾 你不覺得洛克這隻新英雄 好像有點有趣嗎 他的技能簡直就是為了 新的六撒旦的新英雄誕生了 雖然洛克在體驗伺服器的出場率 好像有一點點低 不過目前體驗伺服器 出場率最低的應該是凡恩 我覺得我看到一個資料超級好笑 不是通常 你有時候玩一隻新英雄 都會去看推薦裝備嗎 凡恩的推薦裝備 第一名的勝率到多少%嗎 竟然是33% 第二名你知道是幾%嗎 第二名的勝率是0% 欸我的天啊 第三名也是0% 凡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希望官方能重視一下 雖然昨天的影片裡有介紹過 凡恩在現在丟藍錶之後呢 你會回生命喔 回一點點 不過不如小補凡恩最大的缺點就是 我要出吸血還是出法吸 兩人你都搞不懂 沒有問題 現在你只要丟出 以前最令人討厭的藍飛鏢 你就可以獲得免費吸血 是不是非常的開心呢 我還記得以前玩凡恩 最傻眼的是什麼 啊怎麼又抽到藍錶 抽到紅錶 有攻擊力 抽到金錶 可以控場 抽到藍錶 哇 挫賽我要回溫泉塔了 抽到兩顆藍錶 完了這次的會戰會輸 都是因為我 因為我的藍錶一直丟出去 我一直在回魔 凡恩完全就是不缺魔的一隻英雄 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進行我們的洛克連連看 還有我覺得洛克有一點非常棒的地方是 雖然他的造型是有一點點討厭 是一個中年大叔 可是他打靈魂小鳥鳥的速度 真的超級快 我覺得可能比菲尼克 恩應該速度差不多 因為菲尼克疊飛賊音機也是咻咻咻就直接把他打掉 總之以後想要打靈魂小鳥鳥就交給洛克吧 我是獵鳥專家 這時候我要去入侵對面的野區 喔 閃電俠你在幹什麼 別想跑 馬上使用一技能逃跑欸 你看我的攻擊力在前期有多可怕 洛克入侵野區也是非常快 雖然菲尼克也可以入侵野區 菲尼克的入侵是在於 雖然菲尼克打架不強 但是呢 野怪進得非常快 我就直接逃走喔 想菲尼克翻滾逃走 還有洛克非常不怕閃電俠 閃電俠就算你的控場再強 你就算咻咻咻咻的我又怎麼樣呢 不過只要開大絕招 完全不會被控場 還可以使用一二技能滑出去 就跟阿基斯滑到魔體一樣 這件事情好像過了蠻久 不要再提好了 好吧 我們就繼續進行我們的洛克連連看 我覺得洛克清野速度很快 所以你可以把握你清野區的機會 提高你的經濟 玩洛克我就覺得在於是 你想要入侵對面的野區前期可以做 中奇拿魔龍 古龍一直拿拿拿 拿到你們有點經濟差的時候 在凱撒路面前打一波激烈的會戰吧 打贏之後呢 不用擔心 接下來你就一路帶風向閃電帶火花 直接拆到對面的主堡了 可是要有一點比較擔心的地方是 我覺得洛克在大後期 他跟菲尼克一樣 不適合拖到遊戲的後期 拖到後期大家血量真的太厚了 你貼上去想要灌便利牆 你可能只能開大學繼續往後跑了 所以你在玩洛克的時候 把握前期遊戲的機會 趕快 在前期趕快結束遊戲 我覺得遊戲只要拖到16分鐘後 會越對你越不利 我覺得玩傳說對決 有一個最奇怪的地方是 為什麼大家都會常常贏的那一方 永遠都不去打凱撒 永遠不推塔 永遠只要去抓落單的對手 這個遊戲是推塔遊戲 我講了好多次 但是每次遇到很奇怪的 隊友或是對手 欸明明就贏很大可能 贏你們十幾顆頭 但是他還在追著你那些 落單的隊友一直跑 死都不拆塔 打到最後期的時候 我的天啊 一次致命的失誤 你們就被翻盤了 傳說對決還是可以翻盤了 最後大家在大神裝的時候 大概在你說不定 打到20分鐘的遊戲都很早 可是 通常打到20分鐘的時候 就算兩天的人頭相差很懸殊 但是會佔誰都沒有佔優勢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的裝備幾乎都全滿了 完全不怕被控場欸洛克 可惜可惜 就是他的大絕招的冷卻時間 有一點點短 洛克盡量拿去打野好不好 千萬不要拿去打魔龍路 你想要換誰血都換不贏啊 而且你只要把技能繳掉之後 你就再也沒辦法逃跑了 欸這隻大屁股之主 我真的灌兩三槍 他就直接爆炸 洛克這隻英雄 如果是設計性感的女角的話 應該會賣得非常好可惜 為什麼你要設計成一個大叔呢 他們都不知道大叔的市場很難賣嗎 就像那隻兔子一樣 兔子應該是男的沒有錯吧 你看兔子我覺得也算是冷門角色 喔喔喔喔喔 閃正一下 來囉 和平啊 各位 快逃喔 大絕招才剛轉好 我可以先等一下下 哇 我們的塔拉 真的是太勇敢了 還沒有死 快逃喔 你看洛克只要是遠距離 傷害真的就超低的 洛克的定位 我真的覺得他比較像是戰士 你千萬不要拿來 把他當射手啊 嘿 你看這就是走位失誤 直接被我跟小丑給抓掉了 你把洛克當射手玩的話 你就會非常慘 你的輸出會低到最高點 你不要只用洛克在遠距離 跟別人咻咻咻 你要 如果你要那樣玩的話 我建議你玩勇 你會玩得比較開心一點 洛克就是要像個Manager一樣 橄欖球哥直接貼上去撞了之後 再使用一技能 掰掰 欸 剛剛提米是直接拉過來嗎 還有洛克有個巨大的優勢 就是打凱薩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介紹的 菲尼克可以在11等單次凱薩 但是隨著凱薩越來越強 菲尼克每次單次都在膽戰行星 天啊 到底會有沒有人出現 喔 心臟跳好快 打到一半的時候 菲尼克的血都快沒有了 但是呢 你只要一出洛克 而且你只要有 撒旦直封當你第一把的武器 你就可以輕鬆的吃凱薩 這種場我覺得像一般場 或是B牌以下這種沒有 觀念去顧凱薩的 都非常有用 而且每次只要打掉凱薩 我的天啊 隊友士氣大增 真的 如果你身上凱薩的光環 你真的玩遊戲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對方想要跟你火拼 來呀 完全不怕你 喔 好多人好多人 我要沒血了 和平啊 各位和平沒血囉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靠著這條魔龍 又可以再度把血吸嘛 我是100%的沙丹洛克 愛麗絲一個走位食物 我是用寒冰制裁 捏上去之後 TA再打 直接被我給秒殺囉 想要玩這種沙丹惡搞系列 我還是覺得 需要有一定的經濟 你前期假如沒有打出U4 還是逆風的話 這種玩法你是絕對玩不起來 在這邊跟各位貼心的 再提醒一次 這四個人都是我認識的隊友 我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他們的允許我才 玩這個六沙丹 這個裝備絕對不是主流裝備 千萬 千萬 千萬不要學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不然又有人要來我這邊留言了 不不恰恰你又在亂教囉 哎呦好可怕愛麗絲出兵上 好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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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雪地裡 這次來日本我有學會練學版喔 下次再拍我的練學版 的影片給大家分享 就是從頭到尾都在摔倒的影片 對面的洛克開大絕招跑跑 不過沒有關係 龍馬是在上路想要單猜嗎 他完蛋了他完蛋了 他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龍馬快投降吧 你已經被我們包圍囉 我來包圍你囉 小青青 這個有大鬍子大叔 就是要露出你性感的胸毛 然後包圍他 別跑別跑 他們的小丑真的超溜的 不愧是 熟練度一萬的 小丑 一條野怪都不要放過 任何一條野怪 就是會被對面有機會打回來的 打壞了什麼 打壞了機會 閃電俠五 提米開了復活 不用管他 直接近距離 把別人剛爆 喔不對是 灌爆才對 貼著了別人的屁股 使用你的一技能 讓對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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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叫的有點難聽 我跟各位道歉 總之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洛克這隻英雄 他的英雄特點 再加上他的長相 讓我想到的是 好男人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每次在網路留言 都會有人貼一個 眉毛很厚的男生 然後 就是那種 就對了 哎呦我不說了 你懂了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就是這種很奇怪的 那種大叔的影片就對了 大叔的照片才對 好吧 我們就繼續進行 我們的海賊王海賊世界 說到海賊王 已經超久沒有看到海賊王了 剛剛在便利商店 偷偷翻了一下 最新的Jump 應該大家都有看海賊王吧 最新的海賊王好像是 蛋糕島的故事 快要 哎呦我不要爆條 反正就是蛋糕島的故事 終於要結束了 之類的 我有買一本新的Jump 我還沒有看 現在就在我的旁邊 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就是独步恰恰在看 最新Jump的時候囉 雖然裡面都是日文 我有點看不懂啦 好吧 就繼續進行 我們的洛克連連看 把鳥鳥打掉之後 繼續進行我們的殺蛋 惡魔666 殺蛋之風 這時候我應該已經出 四把了吧 而且我完全沒有死 因為控制不了我 我有聖騎士戰靴 減免控場 之外我還有大絕招 可以直接逃跑 進攻進攻 完全不用怕 完全沒有人要過來跟我揮戰嗎 來啊來啊 過來跟我激烈一下 閃電俠啊來唷 哇我才開了一個E技能 遠距離咻咻 他就直接逃跑了 一個連續快打拳 要被控制住了嗎 BBCC完蛋了嗎 閃電俠逃跑完蛋了 愛麗絲被騙進了 愛麗絲跟提米直接被騙進了 我們直接包圍他們 不要跑啊各位 還想跑啊 你這個臭屁提米 好可惜的是 E技能的移動距離有點短 也對啦 他不能揍太長 太長的話會太OP了 可以暈人又可以撞人 嗯這個距離還算可以 菲尼克的連連看都沒有暈人 希望下一次改版 能夠把菲尼克連連看 第一個碰到的敵人 造成暈眩效果 菲尼克就成為 史上最強的大英雄 好啦這次我亂說的 千萬不要被我騙了 現在戰鬥一直有點僵持不下 好吧 我就利用這一次的會戰 把你們直接全部給收掉 閃電俠一樣 欸他有收掉敵人嗎 就直接逃跑了 打得好極限喔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坦克喔 洛克 也不是說很坦的英雄 沒血了 救命救命 和平啊各位 沒血了和平 和平啊 哈哈血又吸滿了 我是一個 壯男大鬍子 喔喔 我是想說 我不是想說壯男大鬍子 我應該是說蚊子才的 我講錯了 駐日本中文真的變差了 真的酷酷耶 完全不用怕愛麗絲 他還你你就給他還嘛 反正我只要沒血 我就是開一技能 亂點 完全不用腦 你就是亂點一個地方 你血又要滿了 哇我現在才發現 龍馬原來是使用血煞的造型 超級帥的 沒血了沒血了怎麼辦呢 沒血了趕快去救護站 趕快去保健室 好去完保健室 血又滿了 下午又可以繼續上課囉 我還記得 BBCC以前超級壞的 高中的時候 都會裝病去保健室 然後下午就可以躺在保健室 就不用上課 這點千萬不要學 後來被老師發現 然後我爸媽就被教去學校了 酷酷 千萬不要學我 好不好 好 第二條凱撒 有輕鬆吃 完全都不用損血 方正有拿下這條凱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 推推推推塔 這是一個推塔的遊戲 遊戲越到後期 我越不利 因為我是一個 殺蛋的洛克 完全沒有護甲的穿透 然後呢 後期大家血量又太高 我關一牆直接 關不死 也會有機會直接被秒殺 好險對面沒有那種莉莉安那種很討厭 或是納克羅斯這種 打不贏的英雄 不然真的會非常困擾 現在就剩了 這一座的高地塔 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到底有多會吸 這麼講好像不太好 好了好了 閃電俠過來囉 我又逃跑了 我跳回來 打我啊 笨蛋 閃電俠根本就是常維嘛 根本就是九品芝麻關的常維 喔 他們真的超團結 來囉 閃電俠連續噗打圈 呼呼恰恰血 依然 只有損一點點 因為 我是100%的 洛克人 你看對面的洛克 跟我差在哪裡 就是他都把洛克當 遠戰在玩 他都是永遠用最遠的距離在射人 遠距離的洛克沒有用啊各位 直接秒殺對面的閃電俠 喔 直接最近的塔裡開的大絕招 就是沒一點衝進去 一直咻咻咻咻就對了 高地防禦塔 你也打太陽了吧 你可以用力一點點嗎 我的血量永遠都是全滿的 哎呦 沒血了 我太大意了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已經沒有小兵 射的真的太用力了 很可惜的是洛克的大絕招 不對 我應該是說洛克的一技能 不能拿來灌塔 如果拿來灌塔一定超可怕 還有他的閃射 如果閃射能全部集中一點的爆 啊 我可以買六殺蛋 我成功了各位 可惜我的手術不夠快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你 訂閱專機 菲尼克 打野的噗噗恰恰 我們很快又要見面了 今天要開直播 連續開六小時 如果你晚上有時間的話 可以來我的直播頻道一起玩哦 好吧 差一滴滴 我就出完我的六洛克 六洛克人的殺蛋 哇 團戰產一度滿高的 感到欣慰輸出還可以 我就是一個坦克 好吧 那本影片是由傳說對決實況主 第一指定平台金剛贊助播出哦